老婆小孩喜欢吃鱼丸 外面买的鱼丸粉比鱼肉多 有些甚至是没有鱼肉 今天在菜市场买了一块大碗鱼来 给他们做一点吃吃 先把鱼肉冲洗干净 看这条鱼好大了 十几斤重了 用来做鱼丸最好吃 稀好把它的水分挤一下 先把鱼卵部分的排骨把它取下来 现在来刮鱼肉了 先把尾巴这一点红色的鱼肉把它切下来 不要红色这一点是比较新的 现在来开始刮鱼肉了 用刀从鱼尾处45度角刮下来 这样刮一刮就有鱼肉了 刮出来的鱼肉一点点的把它收集起来 不要一直放在刀上 要不然它会松的 很多人以为做鱼丸是用刀来炖鱼肉泥的 这样刮出来的鱼肉做肉丸才是最好吃的 把鱼肉刮完了 剩下的骨头还有红肉 剩下鱼皮 这些就用来做其他菜了 剩下的鱼皮和鱼卵把它切小块蒸来吃 切好把它放到大碗中 来把鱼块腌制一下 加一点姜丝 来点胡椒粉 一勺黄豆酱 来点蚝油 盐 一勺玉米淀粉 来点花生油 把它抓拌均匀 充分抓拌均匀 放一边备用 碗中准备125克的冰水 加入葱姜 把葱姜的汁抓出来 葱姜汁抓出来后 把葱姜扎把它弄走 把刮出来的一斤鱼肉放到大碗中 加入葱姜冰水 30克的木薯粉 10克的盐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把它搅拌上去 越搅越起胶 主力就越大 正是练臂力的时候 一直这样子搅 搅个15分钟左右 可以了 已经搅拌好了 现在我们用它摔打一下 已经摔打好了 多给它摔打几下 摔打得越久 越有劲道 好了 现在开始来做完整 锅中装多一点冷水 调小火 手中抓一点鱼肉 从虎口处把它挤出个小丸子来 然后用个小勺子 把它装出来 就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水中 冻一下它就下来了 鱼丸全部做好了 现在调回中火 把它煮至全部浮起 差不多了 煮至全部浮起了 我们先来把它的浮沫撇掉 让它煮多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可以了 已经煮熟了 关火把它捞出来 看一下好漂亮啊 捞出后把它放到冰水中 这一步是为了它更弹牙 准备个碟子磨成油 把腌制好的鱼块放上去铺平 尽量不要沉叠在一起 刚刚煮鱼丸的水再次烧开 把鱼放进去 盖上锅盖大火蒸7分钟 鱼丸够冰水后把它溺出来 这道纯手工鱼丸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白白嫩嫩又弹弹 特别的好吃哦 像乒乓球一样可以拍打 弹力很好哦 鱼肉蒸好了 关火出锅 撒上点葱花 一块鱼肉两种吃法 别提有多美啊